在網上說指定垃圾袋很容易爛 又說它的物料不可以分解 局長你可不可以一次跟我們分享一下情況 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用的指定袋 本身我們都參考一些交代一些規格 包括拉力 刺破抗用刺破能力 所以整個指定袋跟我們外面用的垃圾袋 你見到的質量沒有什麼分別 以及最便宜的垃圾袋比我們更好 不過早前我見到網上曾經流傳過一段影片 有些人說那些是我們的指定袋 你看一下撕下就爛了 大力的扯下就斷了 其實那隻袋不是我們的袋 是扣袋 所以我們已經馬上澄清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指定袋 在一般情況使用的話 其實和以往的垃圾袋是沒有什麼分別 無論在載重或其他方面 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理理局長有市民跟我們說 5L的垃圾膠袋是太細 尺寸等同外賣袋 用途不大 但是是6毫子 至於15L的垃圾袋 裝滿了之後 就沒有辦法將膠袋的手抽位 完全密封 但是是1.7毫子 還有20L的垃圾袋 一定要一包過去買 一包88元就40個 平均是2個以1個局長 加上它平口的設計 亦沒有留到位置去綁 環保署其實也算過 它預料3至4人家庭 每個月都會在垃圾收費內 會增加了30至50元 這個估算局長 和實際會不會有太低的情況 如果你看一下 家裡的膠、膠瓶、玻璃瓶、紙、汽水罐 全部拿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垃圾體積會大幅減少 我們政府推行垃圾收費 目的就不是真的要收費 我們很想推行一件事 就叫做減費回收 所以人們會因為留下收費 想減少體積 剛才我所說 他就會將這些拿出來回收 剩下來的垃圾 其實是大幅度減少 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如果拿出來的話 體積起碼減少一半 現在我家裡用的 都是10-15L的垃圾袋 都已經是裝了 剛才有一個問題 為何我們會有一些垃圾袋 就是5L、3L都會有 沒有錯 剛好幾天我遇到肥媽 他就問我 我家裡有幾隻狗 那我的狗屎 我拿大袋來裝 這麼貴 我說不用的 你買個3L的 裝那些狗屎 3毫子一日 3毫子一日就可以了 變成那些可以裝一些 你不可以蓋東西的垃圾 在家裡有什麼不可以蓋東西呢 廚餘就不可以蓋東西了 沒錯 因為垃圾裏面有廚餘 例如我們要拿個15L的整個袋來扔 這樣也會浪費 你可以買個3L的 或者再多些廚房買個5L的 每天拿那個來扔廚 剩下的那些我又做分類 可能15L的袋 在家裡足夠兩三日才扔一次垃圾 所以我們計算過 其實30-50元一個三四人家庭 真的可以 只要大家在這方面走多一步就可以了 不過有一點我都想說一說 有些人比較擔心 會不會我們去垃圾收費之後 有些人為了我們限制的緣故 將垃圾四圍扔 我們有6個月的適應期 大家慢慢學習 會不會在那段時間 我們四圍扔垃圾政府 你都會被人適應執法 在這裏我都要說明 亂拋垃圾其實是十分不好的 政府對於這件事 我們是嚴厲執法的 任何時間 以前你看到我們為了打擊衛生黑點 我們已經嚴厲執法 將來適應期內 都會是任何時間 我們都會打擊亂拋垃圾 希望大家不要亂拋垃圾 如果你的目的是想省錢的話 但經常都會幫你計算 你買一個垃圾袋 我當你過七那隻 你如果整天扔垃圾 遲了被人捉到 捉一次 罰三千元 夠你買幾年 垃圾袋了 沒錯 如果你是省錢的話 更加不應該四圍亂扔垃圾 應該大家就努力去實行分類回收 這個真是最能幫到你省錢 局長一個問題很貼身 很多街坊說現在市場經濟一般 加上大家都知道 其實垃圾徵費 警筆對它有些影響 也有些白上加根 局長其實這點你有沒有甚麼回應 我覺得在任何時期 要推一個垃圾收費 我相信市民都是不受款的 剛才我說過 政府推行垃圾收費 目的不是要收費 所以政府也有一個承諾 我們收回來的費用 我們會全數拿回來 推動一個減費回收 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 就是我們減費回收 除了減少了我們的費物 減少了堆田區 用土地來處理垃圾的壓力外 我們還可以在下游 推動一個回收的產業 一個綠色的產業的出現 那裏都可以聘請很多人 近來我們開了四十多間的綠在區區 是綠在區區 本身我們現在請了很多年輕人 我們做了一個新的給年輕人的出路 就是開一個綠色的產業 來入行去做 不僅如此 我們看到的就是舖片 收回來的回收物 下游還有一些廠 需要在那裏轉換成原料或產品 那些廠亦都會聘請多些工人 我們推動這個東西的時候 不單止我們減費 不單止回收 還可以慢慢推動一個產業 讓年輕人有多一點的出路 亦都聘請多些基層市民 來做下面的工人 帶動整個就業